其实相关的程式码云端上都有啦 所以因为有些程式码 其实相对有些同学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如果你假设你比较慢一点的同学 那各位可以先自行再看一下原始码 或者直接从云端上面 可以预先先复制贴过来用就好 像比如说我刚刚写的程式码 各位可以在云端白板上面 其实在哪个地方 在解答这边 应该是第三页这边就有了 主要是这一段 OK 也就是说我先产生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是HTML File 物件 然后把资料 也是原始码先载到HTML里面 然后再去抓它的标签 把它的标签有几个 看有几个我把它串几个 不过未来如果说它的数量很多的话 显然你就不能用像这样的方式写 你变成说你要写个回圈 那回圈的话 至少有两种方法 回圈可以用for each 或者说你也可以用for 如果你不用for each的话 其实你可以写成for i in range 可以 等于 第0个到它总长度-1也可以 其实写法很多 那比如说我假设想要把这个写成一个for回圈的话 那我假设用for each写的话 那我们可以什么 写成for each 那给一个物件名称吧 比如说它里面可能不止一个p的话 因为我们抓过来假设 会换个名称好了 干脆叫p p好了 ok 然后for each 那里面的东西叫pi 好了 in 因为p抓回来有三个 然后 这三个它会先丢第一个到pi 再丢第二个 所以pi的这个物件名称会不断被盖过去 那nest 好 那接下来的话 一样你就是我拿这一个啊 第二行这个来 来稍微改一下 那我一样 如果说我今天要串的话 那我就是 直接把这个地方改成pi 里面的资料 那每输出一个 就换行一下 所以第一个pi放进来 取得之后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hallowword1 然后再串一个enter 然后再hallowword2 然后再hallowword3 所以如果执行的话 理论上 一样我先这边设个中断点 执行一下 OK 按F8给各位看一下 先清掉 先抓到第一个hallowword1 并且这边尾巴换 所以它会换到这边来 然后换下一个 hallowword2 然后再hallowword3 ok 那就是最后出来的结果 那你说老师 那如果我不用for each写的话 我可不可以用for i的话 其实也可以啦 如果你不用for each的话 你可以这样 for i 等于什么呢 等于第0个 因为它的index是从0开始 到哪一个呢 那当然得到的是p 所以后面的话 其实你可以 怎么知道有几个 我印象中 你可以用len去判断 比如说呢 它回来的话应该就是总长度 len就是里面有几个 那回来应该有三个 所以它这边会三 那可是回圈理论上是0 0开始 所以012到2 所以这边记得要减1 你如果到3就多了 就是超过那个所影范围 好 这个地方的话再把它改一下 如果你要用那个 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改成p 刮弧 i就可以了 第二个 如果你不用for each的话 那你其实用这样的方式也ok 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 要把它改成范围 那这个关键应该就是这个啦 len 里面这个到底有几个 len这个怎么会 22 我看一下 f8 那p里面得到的结果是 24 这个范围好像不太对 0 如果你假设用len p 跑跑看好了 那第一个 一定hello的 第一个没错 第二个 第三个 但它会超过 再来就超过了 所以显然 假如说我们今天呢 如果用那个len len 来判 或者是另外一个 叫uburn 我看 应该用uburn uburn uburn的话呢 是正列的哪一个最大值 我如果用uburn看看 有时候 假设有一些 函数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print一下 就是print的话就问号 然后先把这uburn 这个先在这边 先确定一下 这个 这个 指是不是 这个uburn的话呢 指的是你这个正列 到底哪一个是最大的 这边 这边好像也没办法用uburn ok 所以如果假设 你不用for each 用for for i 来做的话 那这个可能 不用len 也不能用uburn 这个可能再看一下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如果我今天想要把它写成回圈的话 那for each 的话一定是没问题 可是for i 那可能就是 要再看看它的最大值 当然你说 老师那我直接写 for i 等于0到2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啦 不过问题是 你将来的数量 绝对 不可能说每一次都是用眼睛去看的 还是要需要知道 到底它的总数多少 ok 试一下 我后来查出 其实是可以用那个 应该是用lex 不是LEN 常常LEN是算长度的 所以长度算是一定是不对 所以lex 但lex 如果你假设 要知道总共有三个 所以特别是 如果你跑0到3 它会超过 所以呢 -1 记得 应该是0到2 0,1,2 总共跑 所以 这个应该理论就ok了 我们看一下 如果你假设 跑的是for i 等于0到 它这个阵列 的数量-1的话 那表示0到2 所以 当然第一个 我们先把资料先删掉 所以应该在这边 ok 所以先把资料先清空 清空 然后再一个一个输出 那这边的话 应该是 我看 这边这边名称要改 我刚刚没改到 p 瓜糊 i 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 哪一个 第几个 那第一个当然是 第0个 就是hello world 1里面的资料 ok 那没错 hello world 2 hello world 3 这样的ok了 好 当然 除了用这个方式之外 其实呢 你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 我不要 因为 这个 hello world 1 2 3 实际上 它也在body里面 那我可不可以说 我就直接抓body 然后再把body里面的资料 放到这边来 那不就也ok 其实也是可以 所以如果假设 你 刚好你的body 不是你的吧 你这个 网页里面 刚好就只有 你要全部拿的话 那其实 甚至你 假设你说老师那我不要写的这么复杂 我不要回圈的话 那我可不可以 直接先去抓那个body 然后呢 抓到body之后呢 再把body里面这三个东西抓出来 就可以了 其实倒也没有不行 只是说你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包含哪一些呢 包含就是 如果你抓过来 那可能 他会有一些 你不要的东西 或者说我记得他这个地方 会变两个换行 那里面两个换行 多一个换行 你需要把它去掉的话 那要怎么做 也许你们可以试看 反正 第一个就是主要 我们如果可以学会 抓到你要的原始码的哪些资料的话 那以后只要网页上看到的资料 你就可以很顺利把它爬取下来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把刚刚的这个 好了 我的123 改成用回圈的方式 你可以用for each 或者是说你可以用for i 那我有把这个原始码 把它放在那个云端上面 所以各位可以找一下 就是如果你用for each的话 那我又把它放在这个云端白板上面的第三页的地方 你可以用for each 那for each的话就是把这个 等于是物件阵列 一个一个丢到pi里面 然后它一个一个输出 那一个是什么 你给他一个file 那哪一个ok 你反正哪个习惯这样写哪一个就ok了 来试一下 好 好 是 来 HEY